应拖欠北款经纪人称不值得。 微甜女孩出面换夹。 微甜女孩刚好出席女力爆发演唱会记者会,趁机会为爆出的拖欠北款仪式作出回应。 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803.15。 女力爆发演唱会即将在4月27日于台中登场,今15日在台北举办记者会造势。 歌手梁心仪、Lala、刘明湘、微甜女孩都出席活动,在现场她们也分享曾经遇到过的骚扰事件,透过这个平台向外界发声,宣告不要怕,只要觉得对方的言辞,行为让女孩感到不舒服,就应该勇敢说出来并制止。 梁心仪顶住一头精灵金发,穿着紫色洋装现身,充满仙气。 她提到因为染了头发,与子子梁言希经过一个很多人又吵闹的场合时,居然被人摸了屁股,想找出凶手却因人多而作罢。 事后向子子提及此事,她才晃展道,原来不做行动,是默许的行为,应该要说出来才对。 所以今天由我来当挡箭牌跳出来,分享这件事情,希望鼓励大家去思考。 刘敏祥也接触说,曾经有一个合作的经验,对方觉得可以称呼我,baby,叫了大概五个月的时间。 当时她很犹豫要不要告诉对方,后来还是跟对方说这个称呼让她觉得不舒服,没想到对方却在也不给合作机会,但刘敏祥并没有后悔,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。 梁心仪、左起、刘敏祥、微甜女孩分享曾经被骚扰的经验。 图记者陈鸣安设,20101803.15。 而近来因为尾款风波登上媒体版面的微甜女孩,除了分享被骚扰的经验外,也对于公司传出拖欠MV导演庄姚轩尾款仪式作出回应。 他们受访时提到,对于传闻感到很震惊,团圆娃娃表示是朋友告知才知道这件事,还因此打剧道,都快要变成围困女孩了。 此外,在被公布的对话截图中,微甜女孩的经纪人在对话中提到,我不会跑,用20万换微甜很不值得。 不值得的说法,引人狭想,记者问自是,团圆们立刻帮经纪人缓夹,她应该没有其他的意思,她的意思是她不会跑掉,还卖了我们的名声。 微甜女孩为公司托欠为款的事情缓夹,图记者臣名安设,20万018003.15。 而微甜女孩所属的绝顶创意稍早也发表声明,毕公司秉持专业诚信经营,自此因为沟通误会,公司流程等因素,造成拍摄团队收取款项延误, 1月14日把尾款20万付清,对于此次事件造成社会大众关注,媒体资源报道,深感抱歉,公司在南部发迹一年活动超过200场,多连化经营,从无拖欠事宜,因本公司对外勤款到拖款流程一般是三个月,应该是双方沟通有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